台上咀咀,當眾放閃 郭子豪在郵輪向女友鄧卓欣神秘求婚後 首試Sweet爆兩相 Anno這個神秘求婚 令大家都很驚喜 你都覺得你真是Sweet爆 是的,都籌備了很久 買戒指都預了一年多 整個郵輪都有半年 應該是她是我男朋友的時候 受得最久的一個秘密 因為平時她的小驚喜都很快會露餡 這次真的完全過不了 為甚麼這麼成功可以避開 都不是的,都是小插曲的 然後她找了一張單 買戒指的單 那你怎麼解釋 她沒有跟我說,她試試跟我說 但很久以前了 所以你會覺得應該不關事 因為我想起碼那一年多都沒有事發生 就覺得應該不關我事的,那張單 是的 然後,不關你事 可能去郵輪是一個甚麼藉口呢 因為她沒有去過郵輪 所以都想這件事在郵輪發生 我就說,有個客人想找我們去做事 我們去聊聊 然後一上船,那個是朋友 馬上分開了兩個 她就留在房間獨自一個都半個小時 在看安全指引 去到郵輪上面 我差點穿了拖鞋出去給她求婚 因為我回到房間已經放鬆的感覺 就是,我要開始這個攤在這裡的旅程了 然後怎知道突然間有人按鈴 然後我出去就,咦,那麼多人呢 是否一早就問准了父母的許可 其實最怕是這個位置 因為都沒有試過這麼認認真真去叫她 爹、媽媽去見面 我有些事想問你 那我就跟她說,有這樣的計劃 可不可以把你的女兒交給我 這樣去照顧一下 然後她爹地都說,我好老套 就是現在這一年代 哪有些還好像叫提親那樣的東西 她還說了一句很窩心 就是,不如留錢和我的女兒去旅行 很窩心